歡迎來到 盒馬的頻道 這次我們要講 寫EDM的 教學的第二集 這集我們主要教的是 鋼琴加上和弦 加上一些效果系 我平常有的效果系 我自己啦 其他的我是不知道 首先一樣 點選一個你喜歡的鋼琴聲 像上次我喜歡這個 OK 選好之後呢 壓打開鍵盤 OK 所謂的和弦呢 一樣這次我不會講 非常專業的東西 因為老實講 我沒有學過音樂 我也沒學過鋼琴 所以老實講我也不太懂 就是真正的和弦是什麼 我只憑我的感覺去寫它 OK 所以呢我通常我在編 旋律的時候呢 我會卸挑兩個音 然後把它拉長 拉長之後把它複製 然後先入複製到四節 OK 接下來呢 通常呢 我們聽歌的時候 我們聽歌的時候一定是 例如這樣 或者是 就是有 高低高低這樣起伏 所以一樣我們 編這個音的時候一定是高低要起伏 例如說 我可以對成這樣低 然後 這個看你要更低或是更低或是高都可以 所以我就可以選擇高 高 然後這邊應該更高 OK 然後再稍微調一下 有半音我不要 我只要選音 OK 所以你聽就會 有一種 OK 像這個我可以覺得太高再低一點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然後第二種 第二種做法呢 你可以把它變成 登登登登登登 這種感覺 很簡單就是你把 像這個我不是一個音嗎 我可以把它改成兩個音 像這樣子兩個音 這邊一樣把它俯製 這邊一樣把它俯製 這邊兩個音 這邊兩個音 等一下聽了你就覺得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的感覺 OK 好 OK 我們來聽聽看 OK 我覺得這個音好像有點高 我們調低一點 這樣子 OK 當你 挑好這個的時候 這個 我自己是稱為和弦 就是感覺就是 登登登登 然後開始編 旋律 旋律之前有教過就是 你先什麼都不要想 先挑個音 然後挑這個音 然後就隨便去點它 OK OK 你會發現這個好像太高了 整個都太高 所以我們可以把整個人往下拉 變成這樣子 OK 往下拉一點 這個太低了 所以我們就要調高 其實就是慢慢微調 調到你喜歡的 OK 然後這個 我可以稍微 調低一點 再這樣子 然後 然後 跳一跳走一下 不 不 沒有 看到這個 到這個再低 那這個再低 登登登登登 嗯 这个我把它改成这样子 我觉得呢 我把它改成 这边我把它改成一样 这个我要把它拉长音 然后这个不要 然后这个变两个音 这样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效果器 首先第一点要注意的是 先把这一个调成到第五 然后打开这一个 ok 通常我有效果器有两种 通常学历我会吸入这两种 第一种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有回音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 回音的感觉 所以我们听看看 如果我现在不要打开效果器 听看看 我给我打开效果器 所以就有一种环绕的感觉 按你可以塞看你把它调高一点 ok 第二个呢 我常用的是这一个 这个可以去仔细调你的音高跟音低 所以你听的时候会看到在跑 所以发现 每一个音弹的时候呢 每一个音弹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主要是在中间这一块 所以你可以稍微 例如说 我需要高音高一点 然后这边低一点 这样子 就听就不一样的感觉 ok 如果呢 因为你这杯不会调的话 其实这边有很多范例 看你可以去调 例如说 我要这一个 看就好先把你调好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就一个一个就慢慢点 好 去看你需要哪一个 我是喜欢自己调 自己调 例如说想要这样子 好 ok 这样我们的主旋律 加效果器就完成了 ok 然后 这次就先交到这里 然后下一次会交 鼓声 鼓声要怎么做 然后怎么去编鼓声这样子 ok 所以最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先把 五号档去 然后把这稍微改名一下 我记得是 我记得是 好 没关系 方便的一些编曲 ok 那今天先这样子哦 拜拜